当我们谈到内在转化 我们是在探讨一种心灵的超越 这种超越不仅仅是对外在环境的无视 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灵训练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习如何将注意力从外在的干扰中抽离出来 想象一下 你的心灵就像一个深邃的湖泊 表面上波澜不惊 即便是风起云涌 湖面下的深处依然保持着平静 这就是内在转化的真谛 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 另一方面 修持灵性意识是一条通往内心净化的道路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积累了许多心灵的杂志 这些杂志可能来自过去的经历 未解的情感或根深蒂固的信念 修持灵性意识 就是要将这些杂志一一清除 正如春天的雨水净化大地 我们的灵性修持也在净化我们的心灵 当这些杂志被清理前境 我们就能看到生命中真正的宝藏 真正的自我了解始于对内在世界的洞察 我们经常被外在世界的种种假乡所迷惑 社交媒体 广告 甚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都在无意中塑造着我们的自我认识 但是只有在我们转向内在 我们才能开始了解真正的自己 这是一个既神秘又奇妙的旅程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 但也会有惊人的发现 接受自己 是内在转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 许多时候 我们对自己有着严厉的评价和不切实际的期望 我们试图成为完美的人 但却忘记了我们本就是不完美的 当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我们就开始了真正的自我接纳 这不是一种放弃 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和接纳 通过这种接纳 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和爱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 内在的转化和灵性的修行不仅是一个选择 它们是达到内心开悟与和谐的必经之路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藏有无穷的可能性和深远的智慧 但是 这些宝藏常常被日常生活的喧嚣和琐事所掩盖 我们如何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中 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喜悦 答案就在于个人精神层面的转化 当我们谈论精神层面的转化 我们是在谈论一个深刻的内在变化 这种变化不是表面的 不是意识的 它是持久而深刻的 它要求我们去面对那些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恐惧 疑惑和不确定性 这是一场勇敢的旅程 一场向内心伸出探索的旅程 而当我们勇敢地面对自己 我们就开始了真正的转化 转化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挑战 这些挑战可能来自于我们的过去经历 或是来自于我们对未来的担忧 但是这些挑战同时也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我们克服一个内心的障碍 我们就更接近自己的真实本性 这是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过程 需要耐心和毅力 与此同时 精神灵性的修持是达到真正快乐的另一个关键 在当今世界 我们经常将快乐与外在事物相关联 我们追求财富 地位 权利 希望这些能带给我们快乐 当我们通过精神灵性的修持 我们开始体验到不同的快乐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 更持久的快乐 它不依赖于外在环境的变化 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安稳和清晰 这种快乐是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产物 它是我们通过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所获得的 那么 如何进行这样的内在转化和精神灵性的修持呢 首先 我们需要学会静心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中 静心是一种难得的艺术 它要求我们放慢脚步 深呼吸 专注于当下 静心是我们与自己对话的开始 通过静心 我们开始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 这不是一个评判或批评的过程 而是一个观察和理解的过程 当我们理解了自己的思想和情绪 我们就能更好地管理它们 这是自我控制和自我觉察的第一步 接着我们需要学习放下 放下不是放弃 它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它是关于放下那些不再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过时的信念 限制性的思想模式 消极的情绪 当我们放下这些 我们为新的经验和观念腾出空间 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更新和重生 然后我们要学习如何与自己和谐共处 这意味着接受自己的所有部分 光明的和黑暗的 强大的和脆弱的 和谐共处不是一种完美 而是一种平衡 它是关于理解自己是一个整体 每一部分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此外 哪在转化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 我们不是孤立的存在 我们是彼此相连的 学习与他人和谐相处意味着学习理解 尊重和爱 当我们对他人展现理解和尊重时 我们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最后 哪在转化和精神灵性的修持是一个终生的旅程 这不是一个有终点的赛程 而是一个持续的探索和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断地学习 适应和进化 每一天 我们都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样的转化和修持 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它们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内在世界 也影响了我们与外界的互动 当我们内心充满了平静和喜悦 我们的外在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和美好 因此 让我们勇敢地踏上这个内在转化和精神灵性的修持之旅 让我们不断地寻找 探索和实现我们内心的潜力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奖赏的旅程 它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和谐 快乐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旅程中成长 同为我们最真实 最纯净的自己 想象一下 你的心灵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天空 在这片天空中 云彩不断变化 有时晴朗 有时阴霾 每一步的内在工作 都是在清理这片天空中的云雾 让阳光重新照耀 当我们持续进行内在转化 我们开始慢慢脱离那些负面情绪的束缚 这些情绪就像是天空中的阴霾 它们遮蔽了我们的视线 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光明 透过持续的努力 我们学会如何让这些云雾散去 这个过程可能是缓慢的 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同时 我们在灵性意识上的修持 也在帮助我们净化 深藏在心底的业力 这些业力就像是沉积在心灵深处的灰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 通过精进的修持 我们一点一点的清理这些灰尘 最终 我们的心灵会恢复到 它原本的清澈和纯净 当我们的内在世界变得更加宽广和清澈 我们开始感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 这种自由不是外在世界的自由 它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自由 它是一种不再被恐惧 忧虑和过去的束缚所限制的自由 这种自由让我们的心灵可以自由地飞翔 随着内在世界的开阔 我们也开始体验到身心的安顿 这种安顿是一种深刻的安宁感 它来自于对生命深层次的理解和接受 当我们的心灵安顿下来 我们的身体也会感到更加轻松和健康 这是一种全面的身心和线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会体验到生命提升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成长和进化 它使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这种力量是我们内在智慧和勇气的体现 最终我们会达到一种时时安住当下的平和 宁静与喜悦的状态 这不是一种偶然的或短暂的感觉 而是一种持久的内在状态 它让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刻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这是一种真正的持久的幸福 现在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内在转化和灵性修持的旅程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 但同时也充满奖赏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将学会如何让我们的心灵更加开阔 清澈和自由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奇妙的旅程 发现我们内心真正的力量和美丽 当我们在内在转化的路上持续前行 我们开始发现生命中的小细节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每一次深呼吸 每一次心跳 都成为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 我们开始体会到 生活不仅仅是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而是一场丰富的体验和感受 这种深刻的体验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随着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开阔 我们也开始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我们学会了同情和理解 学会了看到每个人背后的故事和苦难 这不仅仅是对他人的理解 也是对自己的理解 我们开始意识到 每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道路上探索和成长 这种深刻的理解带来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亲密度和深度 我们的关系不再仅仅建立在表面的互动上 而是建立在真正的理解和共鸣上 这种关系的深度让我们的人际交往变得更加真诚和充实 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连接和支持彼此 同时我们也开始意识到 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来自于我们对当下的接受和珍惜 我们学会了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 我们开始理解 每一个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感激 这种对当下的深刻感悟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充满意义 最终 我们的内在转化和灵性修持 让我们达到了一种新的自我认识 我们不再被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外在世界的期望所限制 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 这种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己 并更真实地活出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内在转化和灵性修持的真正力量 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灵的练习 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 更加充满爱和喜悦 所以让我们一起继续这个充满挑战 但同时也充满奖赏的旅程 发现生命中真正的美好和自由 在探索心灵之旅的无垠道路上 我们发现修行的路径犹如星辰般繁多 每一条道路都以其独特的方式闪耀 指引着我们向内探索 然而 这些路径的终点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真正的勇士不是那些走过最多道路的人 而是那些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的人 当我们谈论修行 我们常常想象着远离尘世的隐世 或是在寺院深处静坐的僧人 但实际上 修行并不局限于这些传统形式 修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不断探索 理解和成长的过程 它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 真正的修行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内心 勇于面对自己的恐惧 渴望和矛盾 它要求我们诚实地看待自己 不逃避 不掩饰 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 因为它要求我们面对 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真相 但正是这种勇气 使我们成为修行道上的真正勇士 在这条路上 我们会学会如何聆听内心的声音 这个声音可能是微弱的 也可能是混乱的 但它总是真实的 它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真正的感受 渴望和梦想 通过聆听这个声音 我们开始了解自己 开始与自己和解 修行也意味着学会放下 放下我们对过去的执着 放下我们对未来的担忧 当我们放下这些 我们就能更加专注于当下 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内心 这种放下不是一种逃避 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面对和接纳 同时 修行也是一种对内心深处的爱和慈悲 当我们开始理解自己 我们也开始对自己展现更多的爱和慈悲 我们学会原谅自己的过错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这种自我接纳是修行的重要一步 此外 修行还意味着学会与他人和谐相处 当我们理解和接纳自己时 我们也会更容易理解和接纳他人 这种理解和接纳 建立在对自己和他人内心深处的共鸣上 它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真诚和和谐 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会不断地发现和学习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 让我们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内心 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 因为我们的内心是如此丰富和多变 这种探索是一种美丽的旅程 充满了挑战和奖赏 让我们勇敢地踏上这条修行之路 成为真正的心灵勇士 在这条路上 我们不仅会发现自己的深层力量 还会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美好 这是一条充满爱 慈悲和智慧的路 它将引领我们走向更深的自我认识 和和谐的生活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斩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